美国牧场竟然养驴用来防狼 驴到底有何本领 它们真的能打得过狼群吗 前段时间 美国中西部的牧场连续几天遭遇了狼群的袭击 饲养的牛羊不仅被野狼祸害了 就连守护牧场的牧羊犬也被咬死了几只 这对于牧场主来说是极为惨痛的损失 可这群野狼明显不是等闲之辈 普通的牧羊犬根本无法招架 那么该如何保障牧场的安全呢 就在牧场主为此势头疼的时候 有人给他们提出了一个看似荒唐的建议 可以试试养几头驴在牧场里 应该会有奇效 养驴防狼听起来就非常魔幻 驴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憨厚中带点傻气的形象 根本不像牧羊犬那样激烈 而且它们作为不会捕猎的食草动物 和狼群打起来真的不会成为送到嘴里的驴肉火上吗 但眼下没有其他靠谱的办法 牧场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把几头驴养在牧场里后 狼群的骚扰真的明显减少了许多 甚至有人在牧场边上发现了 几头被驴踢伤的野狼 看来这个方法见效非常迅速 傻乎乎的驴居然能抵挡住狼群的攻击 还能把凶残的野狼踢伤 难道我们以前都小瞧它们了吗 驴身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本领吗 作为马科马鼠的动物 单看体型驴还真的不落下风 它虽然不如马强壮 但也能长到两米左右的身高 体重可达200公斤 比起野狼来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况且它还有强而有力的蹄子 对于野狼来说挨上一脚就是非死即残 杀伤力非常可观 驴竟然能够抵御野狼 美国牧场养驴防狼当场见效 驴到底有何秘密武器 驴的蹄子可谓是许多动物的噩梦 它们平时看起来老是好欺负 可一旦把它惹急了 站在它身后的家伙可要倒大眉 驴的全力一踹可以爆发出六倍体重的力量 踹到成年人身上都会有很大的致命风险 野狼虽说是强调团体协作的猛兽 但如果队伍中有人被这招撂倒 也会对剩下的野狼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以后再敢祸害牧场就得掂量掂量了 除了威力巨大的灯踹以外 驴的武器还有强力的嘴巴 它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惊人的580公斤 平时只吃草的动物 竟然拥有能咬断大腿骨的一口好牙 真是深藏不露 看来我们真的小看驴了 除了战斗力够用外 驴比起牧羊犬来说性价比高了不少 首先它的价格就比大多数牧羊犬便宜 在美国 一只训练有素的牧羊犬起码要1000美元 而一头驴的价格只需要800美元 看起来虽然差不多 但牧羊犬后续的养护成本可不止这个数 单说打疫苗的钱就不是个小数 而驴养起来则简单得多 它们任劳任愿 晚上看护羊群 白天还能帮忙干点活 只需要喂些牧草就可以 是非常优质的劳动力 既然驴的优势这么多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直接代替牧羊犬 成为牧场中常驻的保安呢 美国牧场用驴抵御狼群起奇效 看似无用的驴竟然有这么多优点 它能不能代替牧羊犬的工作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用驴防狼只是权宜之计 时间异常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钱驴技穷的故事 在牧场里养驴也是这个道理 驴在美国并不常见 更何况是在牧场中 野狼见到这种陌生的庞然大物 心里一定会有所忌惮 再加上头几次袭击吃了亏 就更不敢随意在牧场中作威作福了 而随着时间过去 驴给狼带来的威慑也会慢慢消失 狼知道驴有几斤几两后 肯定就不再怕它了 因此养驴防狼只能当奇招使用 并不是长久之策 再加上它笨笨傻傻 不像牧羊犬一样 可以起到管理牛羊群的作用 终究只能打个零攻 在牧场里养驴的方法 也不是全世界都适用 比如在我国这种方法就行不通 首先我国的牧场都在居民区附近 根本不用担心野狼的袭击 而在大草原上放牧的牧民 对机动性的要求比较高 经常要把牛羊牵出来吃草 这时候就需要机灵的牧羊犬了 比牛羊还笨重的驴显得有些多驴 关于抵御野兽的任务 牧民们喂养的藏狗也可以圆满完成 因此驴在我国更多是作为干活的牲畜喂养 不过驴的真实战斗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被人类驯化的品种尚且能和野狼打两个回合 高原上生活的藏野狼就是战斗力天花板的存在 他们成群结队行动 就连高原上的雪豹都得畏惧三分 对此你有何看法吗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告了